銀行業復甦和全球金融穩定 是今屆亞洲金融論壇的一個重要焦點 我們今天很高興邀請到 亞洲金融論壇 策略委員會主席黃東勝先生 黃先生很高興接受訪問 金融海嘯對全球金融業衝擊很大 你如何展望全球銀行業的復甦前景 金融海嘯之後 因為銀行出了很多問題 可以說是在市民的心目中失去很多信心 所以在銀行方面 我們要做多些事 就是將信心取回 例如我們將來做的產品 千萬不能太複雜 要比較簡單 還有透明度要比較高 我們也看到很多監管 已經開始有很多新規條出來 管制銀行 2010年的展望是怎樣 低息情況會不會持續 2010年我自己覺得 都不是一個容易的一年 因為第一 美國經濟還不太清楚 所以聯儲局也說 在這個情況下 利率還會維持低的水平 而且資金流一直都會高 因為他們會放資金在市場上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便要小心會否有資產的泡沫 因為資金多利率低 必須要找資金的出路 所以這方面我們要看得比較緊 但我覺得2011年會比較好 因為2011年 我覺得美國的經濟會比較好 利率就會正常化一些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出入口也會比較好 借貸方面也會比較好 我覺得2011年會比較好 一年 杜拜世界事件對銀行業的影響有多大呢 會不會是另一波金融危機的開始呢 我覺得不會的 因為為什麼呢 在杜拜這件事來說 可以說是某一個項目出了問題 杜拜的政府和阿布札比出來支持 他不是斬件了 買了很多給零售的股客 而是他是一個項目的借貸 所以來說 計機的風險比較少 你對香港銀行業不金融海嘯裏面的表現 有什麼評價呢 香港來說 其實我覺得已經是做得很好的 除了第一季通縮之外 GDP有一個減的之外 其他第二季第三季都是比較好的 還有我們的失業率都是比較低 現在是一個5.2%的水平 因為我們有中國做我們的後盾 很多人來香港消費 還有我們政府也有做了一些措施 多一些項目 等到失業率就沒有那麼高 香港在這個情形來說 是做得不錯的 今次金融海嘯裏面 香港的銀行體系是相當健全的 相較歐美國家 香港金融地位會不會有所提升呢 香港來說 那些銀行的資本金還是很高的 平均來說有16%以上 我想全世界都沒有多少個國家會有這樣的數字 所以我們的銀行系統是一個很鞏固 做到這樣 今時今日真是不容易 因為香港可以說這麼多年來 經過了很多不同的金融風波 所以現在是比較穩固 今次這個金融海嘯 亦都突顯了香港的地位 不少國際級銀行 包括匯豐都北望神州 向大陸發展 對香港的發展有沒有影響呢 我們不應該看上海做得好 香港就有問題 或者香港做得好 上海就有問題 其實有很多方面 我們應該是如何跟上海 大家一起合作 將中國造成亞債區的金融中心 紐約和芝加哥 就是北美、南美 加上加拿大的金融中心 歐洲的就是法蘭克福 以及倫敦 在東南亞來說 其實如果香港說是金融中心 新加坡一定出來 我想會說他們都是金融中心 但如果我們說中國是一個金融中心 我看在亞洲來說 沒甚麼人會跟中國爭 作為策劃委員會主席 你對今屆亞洲金融論壇有甚麼期望 因為今次我們有很多內地的官員 下來說話 例如劉明康 他們都會下來 劉繼偉 我們亦有很多副局長級 在不同國家來 有日本、台灣、越南、蘇聯 美國亦有很多人來 所以這次我覺得 陣容比去年更頂盛 所以我的期望是很高的 多謝黃先生你接受我們的訪問 多謝你